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试说 我们今天继续探讨艺术医疗 今天探讨的是艺术医疗的最后一个问题 有关艺术胎育 艺术胎育简单的说 就是用艺术的手段和艺术的作品来作用于孕妇 其实也包括孕妇的丈夫 也就是作用于准爸爸准妈妈 让这个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 除了有非常好的物质营养 还有非常好的精神营养 将来孩子诞生出来以后 会有很好的艺术素养 同时还能培养出他良好的生活习惯 你比如说 关于这个音乐台语 我们知道很多例子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 中国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钢琴家 也是钢琴教育家 人们称他为钢琴母亲 就是中国的钢琴母亲 叫周广仁 是中央音乐学的教授 那我在采访周广仁的过程当中 我就问他 你父亲在德国留学 你父亲学的是什么呢 学的是工业 学的是机械 你怎么却成立一个钢琴家呢 他说这事特别巧 当时他的母亲 陪他的父亲也在德国留学 他母亲在怀孕的过程当中 父亲为了让母亲觉得不是那么寂寞 觉得会快的一些 让母亲学钢琴了 所以周广仁的母亲 恰好在怀周广仁的过程当中 每天都听着美妙的钢琴曲 同时自己还在弹着钢琴 这对周广仁的影响非常大 因为有一个事情能证明 就是周广仁出生以后 那时候还不会说话 他妈妈抱着他 有一天在街上 远渊的一个窗口 飘来了一曲钢琴的声音 这周广仁就特别兴奋 小小的周广仁还不会说话的周广仁 特别兴奋 他妈妈于是就抱着他 在这个窗口 驻足听楼上的人弹这个钢琴曲 后来他妈妈回忆起来了 这个曲子正是在怀周广仁的时候 他妈妈弹的是德国的一个非常有名的作曲家 他做的一个曲子 这个曲子还特别有意思 就叫制音乐 那么周广仁 他的母亲实际上并不知道 音乐有这个胎教 当时叫胎教或胎育的作用 但是事实结果 却使得周广仁出生以后 他听到音乐 就像回到了家一样那么温暖 说明音乐在这里是起作用了 或者说周广仁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钢琴家 成为一个伟大的钢琴教育家 能够成为中国的钢琴教育之母 那跟他母亲在怀他的时候 弹钢琴学钢琴 有非常重要的原因 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通过事实证明 胎育对孩子今后的健康发展 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那么进行胎育的最佳时机 是什么时间呢 我们知道胎儿在母亲肚子里面 有子宫包长 有一个包衣 包衣里面是什么呢 就是水 所以好听的音乐 和谐的音乐 他穿过母亲的肉体 穿过这水 能够直接作用于胎儿 虽说他没有听力 但他身上的每个细胞 都能够接受好的音乐的按摩 有人说了 人的记忆不仅仅是大脑 其实他的皮肤也有记忆 也就是他出生以后 会觉得音乐特别亲切 每当一听到音乐 他就会觉得音乐在包裹着他 音乐在按摩着他 所以有人说胎育 就是应该从受精卵 着床开始 换句话说 也就是说从怀孕的 当你认为怀孕的第一天开始 但是我认为这也晚了 那你说这也晚了 那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我提出一个比较折中的时间 也就是说怀孕的前两年 就要进行胎育 那朋友们可能会说了 怀孕前两年 这胎育是给谁的呢 是给父亲母亲的 就是准父亲准母亲 所以这个时候 你说胎育就不太准确了 没怀孕的 所以我把这称为叫前胎育阶段 所谓前胎育阶段 也就是对准父亲准母亲 进行艺术修养的教育 为什么对准父亲准母亲 进行音乐修养的教育呢 或者说是艺术修养的教育呢 那么如果一个不喜欢音乐 不喜欢艺术的准母亲 冷不丁让她听乐 她会很烦躁 所以说为了让母亲 在怀孕阶段能够喜欢 甚至热爱艺术 热爱音乐 那么对他们要进行前两年的一种培训 那么下来接着又是一问题了 那你对这个准父母 两年训练的内容是什么呢 科目是什么呢 我准备出了一百首音乐作品 一百首诗词和一百幅画 叫三个一百工程 这三个一百怎么做呢 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课堂上 不太可能把这三个一百全部展现出来 但我把这方法告诉大家 这个方法呢 就是一个礼拜只听一部作品 至少听两遍 比如说其中有一遍 在晚上临睡前 是需要静心边听边冥想 那么还有一遍 你可以很随意 至少两遍 当然多一点 但也不能太多 两年差不多一百部作品 也就是经过两年 你把这一百部作品 每部作品 听一礼拜 假如一天只是两遍的话 一个礼拜怎么样呢 就十四遍 那就听就很熟了 也就是你就非常熟悉 世界非常有名的 经典的一百部音乐作品 一百幅画是怎么欣赏呢 其实有点类似像做挂历 不过我们把这个挂历做成周历 这一百幅画 也是每周集中欣赏一幅 把这一幅放在你的床头 或者说你的餐桌前面 也就是你每天非常方便的 就能看到这幅画 当然如果集合晚上 听音乐 冥想的时候 看着这幅画 效果会更好 正好也是两年 一周一幅 一百首诗呢 也是这样 每周去不光是看 去诵读这首诗 我的建议 不光是母亲送读 包括准母亲 准母亲 两个人可以比着送读 有这三个一百工程 在你的脑海里奠定住 实际上对你的以前的文化艺术的基因 进行了一种改造 那么这时候 你的孩子无疑 就是在母亲的肚子里 他就生长在一个非常好的生态环境当中 那么我给大家提供的三个一百呢 实际上是我按照通行的一种标准 假如有些人有自己的个性 有自己的爱好 完全可以依着自己的兴趣 去选择三个一百 这个前胎育阶段和胎育阶段 它既然是两个阶段 肯定它的方式有一些差别 差别在哪呢 第一个 在作品选择上 更精烈 那么进入胎育阶段 那作为父亲母亲 可以依自己的兴趣 依自己的爱好 选择精选出十首音乐作品 精选出十首你最喜欢的画 精选出十首你最喜欢的诗歌 第二个不同 是指在时间上 那么进入胎育阶段 这个时候时间要求有一定的严格性 为什么要严格呢 因为我们考虑到胎育它的目的 一方面是让自己的孩子 生出来以后 对艺术有一定的兴趣 有一定的爱好 甚至有一定的艺术细胞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功能 一般人会忽视掉 就是让孩子能够建立起一个 良好的生活习惯 这个非常好 就合着生物中的这个生活习惯 那么这时候你进行胎育呢 就要讲究时段 这个时段最好要合事物中 你别今天我上午九点 我听音乐 我第二天改成十点 第三天改成下午四点 这就是属于没有定时 那么进入到胎育阶段 时段全都要固定 比如说晚上这个固定 不用说了 那么白天根据每个人的习惯 来选择一个时段 固定下来 固定下来的好处 也就是说胎儿 在母亲的肚子里 胎就养成了一个定时的习惯 就到了这个时间 而这个音乐就响起来了 那么将来他出生以后 到了这个时间 这音乐响起 他自然就会激发出 他的一种兴趣 他就有一种回家的感觉 还有一个变化 这就是在胎育过程当中 如果说这个父亲母亲 早早地为孩子取了名字 如果把这个音乐里面 他就有孩子的名字在里头 而且专门唱给孩子 因为自己的名字 不但自己叫 其实主要是别人叫 别人千百万字叫 所以一般自己都喜欢自己的名字 而且很敏感 假如孩子出生以后 有一对自己的敏感 进而对音乐的敏感 这样他以后再接触音乐 会非常非常的方便 如果说声音能穿透母体作用于胎儿 使用音乐和诗歌的艺术手段进行胎育 我们还能理解 但胎儿在母亲肚里 什么都看不见 用美术作品进行胎育 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其实在这里头 它影响的又是母亲 我曾经做过这么一次实验 就是我给一个将要怀孕的母亲 让她集中看一幅画 这个画实际上是她特别喜欢的一个电影明星的画像 她特别喜欢一个美国著名的影星 派克 那么我就跟她讲 我说你在孕期 你天天边听着音乐 你边看着派克的形象去冥想 那么她很相信我 就照着我的方法这么去做 那么她孩子生出来以后呢 尤其过了六个月 让别人一看都很惊讶 觉得这对夫妇 怎么能生出一个这么英俊的小伙 确实很奇怪 觉得因为这个小伙肯定身上有父亲母亲的基因 样子有 但是呢 比他们俩更帅 更美 道理在哪呢 其实就跟这母亲的美术台语有关系 因为她老看这个喜欢的画 喜欢的人物的形象 实际上对她的生命有影响 那么对孩子的生存空间 也就是我老叫生态 孩子的生态 胎儿的生态环境也是有影响 当然这里头到底是什么机理 就是你老看什么 你老想什么 最后胎儿生出来会沿着这个方向 这个趋势走 实际上我们知道 中国民间早就进行这种美术台语路 我们想一想 一般怀孕的妇女怎么样呢 要看大年画 年画呢 都是胖小子 或者说叫年年有余 是不是这样 其实早就这么做了 那么诗歌它道理在什么地方呢 首先诗歌 我刚才说了 不光是看 要诵 你在诵诗的时候 那么诗歌实际上就变成了音乐 它有节律 再有 因为诗歌呢 它有语言 语言它有指向性 它会激起夫妇的想象力 那么这种想象力 加上这个声音的节律 它也会为胎儿的这个生态环境呢 营造出一个非常好的空间 我下面就想给朋友们介绍 我这个在三个一百当中 精选出来的三个十 先说十个音乐作品 特别适合太育的 第一个作品 是莫扎特第四十交响曲 第二个作品 是维瓦尔地的四季 第三个作品 是陈刚与何战豪的作品 小提琴协奏曲 梁山博与助云台 第四个作品 是穆索尔斯基的图画展览会 第五个作品 是中国的一个古曲 春江花月夜 第六是圣桑的动物狂欢节 第七 是吴祖强和杜明新 创作的一个五剧音乐 与美人 第八 是舒伯特的一个歌曲 圣母送 第九是伯拉姆斯的一个摇篮曲 第十是我们中国的一个摇篮曲 这是介绍十首对台语比较好的精选出 从一百首精选出的这个作品 那么下面再给大家推荐的十首诗歌 是李白的一个敬业诗 还有苏世的就提庐山的西林壁 第三个诗歌作品 是诗经的第一首 《观观居宇在河之洲》 这个诗也非常好 第四个 还是李白的 《日照香炉生子烟》 这诗也特别好 第五个 是比较现代点的 徐志摩的《在别康桥》 第六个 是《书庭的志向树》 第七个诗歌作品 是《余光中的香愁》 第八个诗歌作品 是《齐慕荣的一棵开花的树》 第九个 是毛泽东的一首词 《蝶恋花打理书衣》 第十个 是《白居易》的 这首诗 我们大家都特别熟记 就是《梨林园上草》 一岁一枯容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这十个诗歌作品 都比较简单 浅显 就是有中学文化程度的人 都能够读懂 都能够理解 那么十幅画 肯定有达芬奇的 蒙娜丽莎 还有大家特别熟悉的 是安格尔的一个拳 还有金尚仪 这是中国画家画的一个人体 还有维纳斯 一个雕塑作品 还有大卫也是一个雕塑作品 还有雕塑家罗丹的斯 还有俄罗斯的一个画家 米勒的十岁者 还有那个颇切利的 维纳斯的诞生 还有中国的一个画家 何多林 特别有名字 叫春晓 第十个作品 是徐悲鸿的马 当然朋友们 根据我提供的这三个诗 不满足 你可以自己再精选 反正目的只是一个 作品要精 看的时候 欣赏的时候 要砖 时间要定 所以记着 精 砖 定 在准爸爸准妈妈们 了解了艺术胎语的作品之后 赵世民老师 针对胎语阶段 还将提供一些 什么样的建议呢 我建议 甭管是前胎语 还是胎语阶段 都是应该 夫妇 共同参与 千万不要以为 有怀孕是女人的事 男人可以什么都不管 错了 男人一样 他也是有作为 艺术胎语 我认为 主要注意两点 第一点 就是综合平衡 所谓综合平衡 就是你的物质营养 跟你的精神营养 应该都有 但是 要平衡 不能有一方面重 有一方面轻 比如说 我光想着给 胎儿进行 艺术胎语了 结果忽视了物质的营养 这个母亲 比如说 这时候还减肥 饿得 皮包骨 你给胎儿进行 再多的艺术胎语 再多的 这种精神营养 但孩子 他吸收不了 他没有这种物质基础 第二个 就是要适度 不要以为 艺术好 音乐好 就拼命的 听 因为有些 这个母亲 特别着急 是准母亲 特别着急 一心想把自己的孩子 培养成音乐家 那么 我从这个胎儿 在我肚子里 我就让他 也一天听 八小时音乐 这就错了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时候 胎儿 他的承受力 没有那么强 你再多了 对胎儿 就成噪音了 就成负担 所以我给大家 提供的一个时段 对于胎儿的 这种音乐胎语 每天两次 比较合适 每次量 不要太长 一般不要 超过四十分钟 再做的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如果你想孕育 一个健康 出生以后 有良好生活 习惯的小宝宝 那么从现在开始 进行开育 谢谢朋友们收看 再见 到今天为止 赵世民老师 主讲的 机密艺术医疗 系列节目 就播完了 其实 归根结底 艺术离普通人 并不遥远 我们应当 活学活用 利用艺术 这种有效的 辅助手段 赋予现实生活 达到 降身健体 防病 治病的目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